据路透社13日报道 对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下令将终止一项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合作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他并不建议 报道指出这一态度与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不一致 后者对菲律宾的此举表示遗憾 杜特尔特在11日宣布 美非两国已有20年历史的访问部队协议将终止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称这一决定令人遗憾 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称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严肃举措 杜特尔特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 美国取消曾领导菲律宾禁毒战争的一名前警察局长的签证 菲律宾的决定将在180天内生效 美国官员表示希望可以逆转或推迟 当被问及杜特尔特的此番举动以及是否可以采取措施让他重新考虑时 特朗普在百宫告诉记者 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 我真的不建议这样会省下很多钱 他补充说我的观点与别人不同 特朗普多次表示希望将美国军队从数十年的海外部署中撤回 并强迫一些盟国为美国提供的防御支付更多费用 特朗普表示美国帮助菲律宾击败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他表示他与杜特尔特的关系非常好 他补充说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 报道指出访问部队协议对美非同盟非常重要 被美军在菲律宾境内的活动制定了规则 美国称美非关系坚不可摧 但是杜特尔特抱怨美国的虚伪 和对菲律宾的不公正对待 美国防部长埃斯珀周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还剩180天 我们必须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路透社报道还称 一些菲律宾参议员迅速寻求阻止这一举措 称杜特尔特无权单方面废除该国参议院批准的国际协议 菲律宾的一些议员担心 如果终止访问部队协议 美国与马尼拉之间的其他两项长期同盟协议将变得无关紧要 这两项协议分别是与奥巴马政府在204年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和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